嗨,大家好,Sabrina 今天这支影片想要跟你们分享的是 像在临床上如果遇到钝位比较大的病人 那我们可以用哪些东西 哪些硬体设备来帮助我们搬运病人 那另外一个主题呢,是 预防pressure sore的护理措施 还有一些是以前我在台湾 没有看过的一些东西 我待会都会跟你们分享 首先我们来聊一下搬运病人好了 那最常见的这个东西呢,就叫做 sliding board 它就是很像一个木板 你会看到木头的 也有看到那种塑胶的 就是那种压克力板 那还有一个东西叫做slip 那这个slip呢,它是黄色 就放在这边啦,中心放在这 然后它中间呢,是有液体的 所以它不会像木板一样的 这么的硬邦邦的 就是当你要把那个sliding board放在病人后方的时候 病人会就是不舒服,因为有些太硬了 但这个slip呢,它因为中间是液体的关系 所以它只要,而且它是软的 它可以用折叠收纳的 所以它只要稍微的放在病人的身体下面的话呢 你在拉那个床单的时候,其实是很容易 就是搬运的 你不用出太多力气 另外呢,是一台机器 它叫做Hoyalift 它通常是搭配一个叫做sling或是pad的东西 那它是电子 不单 我把照片放在这里 它是有尺寸之分的 所以在你要使用到病人身上之前呢 先依病人的那个身高还有体重呢 来选择尺寸这样 它把病人呢,吊上去就会是长这样 就有点像吊车的概念就对了 在使用这个东西的时候 你的病人状况是一定要完全是意识清醒的 如果说像什么插管 我们曾经用Hoyalift 用过有那个气管切管的病人 所以也是OK的 但是RT就可能要在旁边stand by 基本上来讲的话 像什么刚开完刀啊 麻醉还没醒的病人 那就绝对不可能用Hoyalift 或者是那种很躁动的 那也不可能用Hoyalift 接着还有一个东西看到的叫做Hover Mat 这个Hover Mat很大一件 它有点尺寸是大到跟病人的床垫一样大 它会接一台机器 当你要搬运病人 尤其是从床尾移到床头的时候 你就接那一台机器 那Hover Mat就会充气 很像游泳圈的概念吧 充气起来 除了你自己一个人搬之外 你一定要找两三个人一起 就是拉那个Hover Mat 然后数到三个人就一起往上搬 超级轻松的 那个Hover Mat 我觉得比Hoyalift更好用 不过Hover Mat有一个缺点 就是它 因为它很大嘛 像床垫一样大 那你会在临床上 可能就会碰到有一些 RN会把那个Hover Mat 就直接让病人睡在上面 其实是不行的 因为那个Hover Mat 是不通风 不通气的 就有可能会造成 病人的皮肤完整性受损 刚刚讲到的是 Boost Patient Up 对不对 除了你要找多一点人来帮忙之外呢 如果病人的病情 没有任何禁忌症的话呢 你可以把床头放平 甚至把它调到一个叫做 Trandelenburg Position 就是头低脚高 运用重心跟引力呢 在你把病人往上拉的时候 就会比较顺利这样 好 然后接着我们来聊到的是 关于就是预防 Pressure Sore 那 Pressure Sore的等级呢 你们读书的时候 都没有念到 我这边就不讲了 预防 Pressure Sore 最好的方法呢 就是请病人就是走动 如果这个病人真的是没有办法 一定就是卧床的话 除了Q2 Turn之外 其实我们在每一班 都会检查病人的皮肤 尤其是像见骨的地方 那还有其他一些骨突出 容易受压迫的部位 如果你发现病人有个地方呢 是有那种红红的一块 那这个时候你要去稍微按压一下 如果是Blanchable的话 就是可以变白性的 你按压那个皮肤啊 正常来讲会变白 然后你手放掉 会马上就是变成粉红色的嘛 那这叫做Blanchable 还可以 那个还没有到很 变成 Pressure Sore 这样子 那如果是你按下去 它都是Non Blanchable 就是没有变白 一样就是还是红红的 这个时候你就必须要更积极的 采取护理措施 在我们这家医院啊 有一个叫做Win Nurse Team 就是伤口照护的护理师 他们我们会可以放那个Nursing Order 就是Consult他们 所以他们隔天就会来看病人 然后医病人的伤口 不一定是Blanchable 或Non Blanchable 有可能就是一个小洞啊什么的 那他们会依照病人的皮肤状况 来设立一个护理措施 当下你发现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就做一些护理措施 马上就是Off Flow Pressure 减轻那一个点的压力 那就是放什么枕头啊 然后Q2 Turn啊 那再来呢 皮肤尽量保持干燥 然后避免摩擦力 那要怎么保持干燥 如果是那种尿湿劲啊 或是大便湿劲的人 怎么办 尿湿劲呢 你想到的有什么方法 除了On Foley之外 你还可以放一个东西 就是避免侵入性的 这个东西呢 叫做External Catheter 就是外置导尿管 我在台湾没有看过 我不知道现在台湾有没有这个东西 男生的话 他是长这样 那他的名字叫做Comden Cath 就是有点像保险套的尿管 然后他有另外一个名字 叫做Texas Catheter 他就是长这样 然后你看到前面有一端 长长的那个是接Urine Bag 然后另外一端圆形的 那个就像保险套一样 就套入病人的生殖器 女生的话呢 有个东西很酷 那个商品的名字叫做Pure Wick 它是长这样 好 那它里面有一个包装呢 是让你做阴部清洁的 用什么纸巾啊什么的 你先做完阴部清洁之后 这一个白色的海绵的东西 这一区呢 就放置病人的阴部 就是包括尿道嘛 然后这一管呢 这个硬的地方 就是接Suction Tube 然后你的Suction Tube 会接你的Suction Bottle 压力是开到Low Suction OK 所以这个时候 当病人就是有尿湿劲的时候 这个海绵呢 还有再加上Suction的那个吸引力 那这个海绵如果都吸收满了 你除了换心的之外呢 它那个Urine 就是会被吸到Suction Bottle裡面 所以这个蛮酷的 我是还没有用在病人身上过 不过我有同事用在女性病人身上呢 他们都觉得还蛮方便蛮好用的 它上面是写说 可以乘8到12个小时啦 对 好 那这个呢叫做Pure Wic 那另外那个东西叫做Texus Catheter 或是Cumden Cath 好 那如果是大便湿劲的话 要怎么办 通常呢 病人如果在健骨那附近 已经有一个open area 就是有洞啊 有伤口 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要整个避免 那一区充斥在一个很湿润潮湿 或是浸润在使尿的环境 这时候病人底下我们就会垫一块 就是防水抛弃式的一个治疗精 那我刚刚说了 如果是大便湿劲的话呢 有个东西叫做Recto Tube Recto Tube 长得很像尿管 你们看一下 唯一的差别就是它是放在职场那边的 它也是就接一个Store Bag 那如果像病人什么C.diff 或是长期的diarrhea IBS 有这种困扰的话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用Recto Tube 预防保护那一区的皮肤 再来呢是我们还可以放一个叫做 Alternating Pressure Mattress Pad 它也是接一台机器 然后那台机器呢也是会充气的 但是在机器上面你可以设定 所以病人呢 他的压力是一直被替换的 好 然后有一个呢叫做Axial Cushion Axial Cushion 它比较是常用在像失智症的病人 然后他可能一做 可能就做一整天喔 在椅子上 我们就可以用Axial Cushion 来分担offload他屁股下面那一块皮肤的压力 今天呢就非常快速的跟你们分享一下 这两个主题的东西 那希望你们喜欢这支影片 我们下支影片见囉 Bye